今天虾鱼人就变成了 請大家各地的感謝哈里哈 好了 每個大學 每期呢 終於要開始來吃午餐了 那麼呢 就是第一口 吃到的是誰呢 哇 這個幸運的呢 他到底是虾鱼還是紅鱼呢 大家猜猜看 剛剛吃到耳朵的 這個是虾鱼還是紅鱼 絕對是由於虾鱼的指指手 好 謝謝情況下 絕對是虾鱼的來自指指手 好 謝謝情況下 那剛剛游過去那個呢 其實是虾鱼跟紅鱼 他們的親戚 他叫做糞鱼 啊等下我們介紹這個糞鱼喔 因為現在呢 有一位非常大隻的樓板石端 在我們蘇聯人周邊 遊來遊去 可是蘇聯人好像還沒發現 他要準備了餵食他 啊這個石端鱼是我們的大洋室裡面 體積最大的 也是所有的石端鱼裡面呢 體積最大的我們都稱他叫做斑王 軟板石端最大可以長到四百多公斤喔 而且這個軟板石端的年紀已經非常的大了 要堅持他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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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堅持他爺爺喔 大人驚然的高爾巴斯鱼的周邊 有兩位呢 怨鴻 什麼叫做怨鴻呢 你只要看他游泳的方式很像小鳥在水裡面飛 身體成全三角形的 都是怨鴻家族的成員 那在海深短短後裡面呢 有兩種不同的怨吼 一種呢 是體型比較小的 頭部造型呈現 麥當勞 二次型的這個叫做插頭怨吼 再來呢 是體型比較大的 頭部造型尖尖的 很像鴨子的嘴巴一樣 這個叫做軟板鴨嘴怨吼 現在呢 就一個軟板鴨嘴怨吼 然後就把鴨子撿下來了 現在在四月圓的腳邊的這一支 證明呢 這座鴨鴻鴻鴻鴻 為什麼叫鴨鴨呢 來 現在沒有鴨嘴巴的嘴巴 是不是呈現波浪這樣的 那那頭部的造型 圓圓的呢 很像一展圖畫型 叫做中鴨鴻鴻 在四座鴨鴨裡面有展示 所以呢 它的名字還叫做鴨鴻鴻鴻鴻 那聽起來有點饒舌 我們有給它去留一個小米 我們都叫它鴨鴨 所以下次你不要鴨鴨來海參坂 跟我們問說鴨鴨在哪邊 就可以知道它在大洋石裡面 那現在呢 又有一圍呢 體型非常大 長得很像圓盤一樣形狀的呢 這個叫做土鴨 那這個土鴨呢 它背上的顏色是呈現 赤土色的 所以它叫做赤土鴨 那剛剛呢 又有一圍呢 背上呢 比较有時髦的顏色 是葡萌花色的話呢 這種大雲花色的土鴨 叫做大雲土鴨 那我們還生在裡面呢 在大洋石除了 這兩種土鴨之外呢 在椒石附近呢 也會有一些更滿綠玉麻麻 黑色斑點的這種土鴨 叫做呢 麥树桃尾鴨 現在呢 有一個鴨魚流出來了喔 大家看到鴨魚這樣很興奮 你們是不是很喜歡鴨魚啊 整個一樣 我也很喜歡鴨魚 尤其是整體出現的這一圍喔 整個鴨魚的頭部造型相當奇特 可是我們在家裡面使用的一種工具 叫做錘子 所以呢 它叫做錘頭鴨 你也可以叫它壓技巧 或者是叫它雙技鴨 因為有的人覺得呢 它的頭部造型呢 很像夏女長的兩個法器一樣 所以呢 叫它雙技鴨 那待會等一下這個錘頭鴨 又有猶出來的話 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個錘頭鴨的頭部造型 長得這麼特別 跟其他這個鴨魚又長得不一樣呢 等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最後呢 請大家幫我觀察一下 在西園園周圈呢 這裡有好幾個怨頭 有一些怨頭的尾巴呢 其實是沒有的 或者是它比較小一點點 長長很多的都會來詢問解說一點喔 為什麼呢 這個